今天的灯,大家好,我是曼尼泰开拉撒南的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教神 师婆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 昨天我们整个桑嘎都在 Krishna他的爱和男才神 他的强大的祝福和能量场当中 度过了非常幸福的 在亚洲就是夜晚 如果在美洲就是白天这样 几个小时在神明的祝福当中 沉浸在喜悦当中 所以这也是我们作为 尼西亚南达大师徒弟的幸福 我们的娱乐项目实在是太神奇神妙了 就是和神明连接这样 昨天大师以南才神Vaktishvara 以及Krishna毕师奴的这两个阿凡达的化身 出来给我们打写 给所有的世人祝福 所有的信众都在这两尊神明的 这个强大的光辉当中 祝福当中融化了 就是有太多的人 有太多的感慨这样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觉得有一点非常让我觉得吃惊的 就是其实这个打写是公开的 也就是说大师是在脸书和YouTube上面 对外对整个世界敞开打写 就是不需要是我们的信众 或者不需要知道大师是谁这样 他这个举动呢 让我有非常非常大的感受 就是在2021年的1月1号之后呢 大师说过在这个灾难以后呢 整个地球呢 就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状况 超意识的觉醒呢 将会是地球唯一的主题 所以一切的运转呢 只能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之前所有的幻象呢 都不会再有站住脚的这个可能性了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旧的看法呢 就要完结了 一个新的社会 这个世界的秩序就要发生 所以大师的这个举动呢 就让我知道他在对世人宣告 这个是事实 作为Paramashiva 他要让全世界人知道他是谁 要让整个世界知道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历史时期呢 就是一个大的转变的时期 所有的幻象都要清理掉了 真理存在的年代开始了 所以让我觉得非常的受启发 也非常的激动 如果大师在他44岁的时候 就可以在整个的世界面前 以神明的身份出现呢 那他的近 往前走的这个跨步的角度是 实在是太急速了 不知道在未来这一两年的时间 甚至一两个月 地球会发生什么样巨大的变化 然后我同时也有一个感慨 就是作为Paramashiva的化身 大师就是神明 是最终极的源头 宇宙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这来的 如果他决定要给地球超意识的觉醒 把开拉萨带给地球 那么这就是一定会实现的现实 然后在我对大师的人生的理解来看呢 大师每做一件事情是一定要成功的 而且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也就是说任何人加入到开拉萨事业的建设呢 都是我们为自己的政务圆满这条路而铺路 并不是我们在为了大师而服务这样 Paramashiva决定的事业一定会成功 不管我参加还是不参加 当然我参加的话 只有我的政务圆满是结果这样 这就是我一直的感受 整个开拉萨国度呢 是大师自己建立的 现在他要让整个世界知道开拉萨 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大师的决定呢 是一定会 在地球上一定会成为现实的 而且他的 存在呢是 我觉得太 太莫大了 就让我觉得 在他的面前我就觉得我像一个灰尘一样 就是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 哇整个宇宙就在我的眼前 就是这样 所以呢也非常的兴奋 开拉萨就会在我们眼前一点点实现 也希望所有的同修呢 都来加入到开拉萨世界的建设 成为开拉萨这个 未来地球 存在的唯一的文明呢 这个国度 作为奠基者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人生 在这一世在地球上呢 才有最光辉最圆满 最自我实现的机会 这是我们的开悟之路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听听灯